大家好,我是小动手工 一个喜欢手工,毕业后没有考公务员 没有考教室资格证,也没有找工作 坚持在家拍手工视频的90后女孩 今天教大家编这样一个收纳框 可以放一些文明碎碎的小东西 放口红,化妆品,平时做手工的小物件等等 也可以用来插花,装饰家里 先准备好八根纸腾,四根十二骨的,四根六骨的 所有的都是长40厘米 找到这八根纸腾的中心位置,把它张成两个银子 就是十二骨的和十二骨的张在一起 六骨的和六骨的张在一起 这里张的时候给它按一会儿 你不要怕把胶水张到手上 你像我们用纸开一下或者洗一下手就可以了 不按一下呢它张不稳 开始绕绕的时候呢 我们这根是在上了,这根在下 因为有人说看我之前的绕线部分 头疼看不清 我今天就讲一下这个绕线部分吧 慢一点的讲一下 来我们再加第二根 第二根呢加在它的下面一片啊 这第一片呢我们是随机损取就可以了 张上去把它按紧 这样按着呢,这一根 它是要压一挑一嘛 压了这一根挑了这根,然后再压这一根 再压这一根,再挑这一根 我们一根一根的来啊 好,这一根我们先转到这里 然后第二根呢,它压了这一根 那我们就让它挑这一根 你一根一根的来 你看按照这个压一挑一的方式呢 它这里自动就交叉了 我们就是交叉编织 注意这个线的位置 这一根一直在下 这一根一直在上 这样 这样子呢,它两根线后面就不会扭起来掉 如果你一块一根再下 一块一根再上呢 它后面这一截线很长的话 它就会扭起来 因为我们都是五米长 它很长的,它很容易就扭起来 你就离不开 好,就这样编着去 再来给大家释放一下 因为之前都是,这里都是块的动作 这个张不稳的话 我们先捏着它一下 边纹一圈 一两圈它自动就稳了啊 好,这个 压了这一根 挑这一根 压一 然后又压这一根 压一挑一 这样绕大家能看清了吧 这一根呢,就挑 反正它这样自己来 它就会交叉了 你就是一根一根的来 一根 编一两个,一根编一两个 先是下面这一根 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好,伸给它转到这里来 我们把它拉紧一点 然后第二根 第二根呢,它是挑啊 它跟这根仿着的 挑 压一 挑一 挑一 然后又压一 好,这样呢 就行了 我们就是一直这样编着去 只是我后面的动作它快了 竖直起来也是一样的 这里呢,只编两圈啊 我这个呢,先给大家打个比方 然后又拆了 竖直起来也是 压一 挑一 然后第二根跟它仿着 先挑 压 挑 我们 这两根 你再下的那根就永远在下 我们是这根在下嘛 就一直在下 这根在上 就一直在上 它后面它就不会扭起来了 编两圈 后面拿个夹子把它夹起来 夹起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十二股 十二股的调分成六股六股的 它十二股的找到 一二三四五六 找到中间位置 我们从这里分去下去 把全部的啊 总的现在是有 八根了嘛 八根都分成六股六股的 分到这里 分好之后 我们拿出第二个米子 就是用六股的调 搭的那个米子 中间呢 还是涂上一些胶水 把它放在这个的下面 找到中间位置 放好之后 你要看一下 看一下下面的条 它是不是 在这个的中间 就是给它错开着 不要在这个下面 在中间 然后我们继续编 编法还是一样 当然第一圈呢 你不好操作呢 你可以采取扭编的方式 扭编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一直用下面那一股 来压上面那一股 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平时是这样编的啊 先从第一个开始 平时是这样编的 平时这样编 我们到了第二个呢 我们下面这股 不是在上吗 它就这样子 它压了一个条了一个 这样编着过来 我们现在采用纽编的话 我们就这样 它这股在下了 我们就把它方朝上去 然后用这股来 这样压 好 这股来这样压 这里呢 我们压一圈 这种纽编呢 我们一般用在 开头 结尾 因为纽编它 很结实 牢固 就是会把它固定住 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问题 就是后面的线 会扭起来掉 你离不开 平时中间的位置 我们都用这种正常的编法 就是刚才示范给大家的 纽编很少用 纽编就是这种 不太稳固的地方用 还有结尾的时候 然后 这根在下了 这根在下 我们一直用 下面的压 上面的压起来 然后这样编着去 编一圈就可以 编一圈 我们还是恢复 一开始的那一种编法 纽编 正常编法 它是这种形状 纽编出来 它是这里 你能明显的看得出 它在 它在扭着 好 一直用下面那一根 压上面那一根 下面的 我们现在下面是里面的 向着我这一面 这一面 还是这样 向下的就一直向下 再上的就一直在上啊 这样子 正常的编着去 你就按照要 挑一压一的方法 它自动就会交叉起来 在中间 那这是我们正常编的 这是扭编编出来的 大家注意啊 这里编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弄平整 不要让它折上去 一直用一样的方式编 编到你觉得底够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条这样折上去 我这里呢 是编了八圈 大家如果觉得少 还可以再编上一两圈 这里呢 就是决定这个 框框的它的宽度 全部折上去后 我们的编法还是一样 还有这两根 条 一根在下 挑一压一的方式 然后这个跟着来 这样子 我们这里边编呢 你要边调整 调整它 如果不直了 你要调整它一下 这是可以调整的 折上来之后 我们编个四五圈 它的线就没有了 我这里是编了四圈 这个呢是正常的 因为我取的量就是 折上来只编个四五圈的量 不是让它全部编完 然后到这里 我们还是把它张上 后面呢 要换那个宽一点的 换成四股的盆条 因为这样子呢 下面细的 它上面粗一点 它才有那种感觉 我们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一直细细的编织上去呢 它就不好看了 这里我们还是张一下 把多余的剪掉 这里张好之后 我们加上四股的 四股的两根 也是依次来加 这四股的每根长 也是五百米 就是五米嘛 然后你 我这个是算好了 为了避免大家浪费藤条 你能多编一点 是一点 就是我算好了 在一根上剪下来的 就是你取一根长五百米的 划成 把它裁成四股的两根 两股的两根刚刚好 编法呢 还是一样 编着去 下面这里细细的 这里有点宽 它的那种感觉呢 就出来了 你如果全部用这个细的编 它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这里我们编到高度够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藤条剪去 剪去 然后还是用胶水张一下 这里的藤条呢 是超过了一下 其实四百厘米就可以 还是张一下 收尾这个地方 我们看最后一根调它的位置 这一根 这一根它在外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剪一点 你不好穿的话 我们就从外面这样插 把它插下去 我们把这里的这个 这样穿进去就可以 慢慢的穿 这根线在里面的话 我们就把这里剪了 往里面穿 就这样把一圈的穿完 按照这个规律 这里全部别进去之后 我们再拿出这个藤条 绕着它剪 外面一圈啊 绕着它我们外面一圈 绕到这里刚刚好就可以 然后里面一圈 绕着它剪两根十二谷的 然后再剪四谷的一圈 总的剪三圈 剪下来 剪到三圈后 我们还是打上这个胶水 来张它 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是三根是 有两根是十二谷的 一根是四谷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你要找一下 留出来四谷 张八谷 一二三四 这我要拿几点才能看得到 就是你这里 反正你找到 找到它这个对你的地方 这个你给它 给它留四谷出来 好 留四谷出来这样 张着过去 用夹子把个夹转 能够慢的张着过去 这里张了一块 它差不多稳了的时候 我们才把四谷这根张上去 这个呢 我们是回到中间 任意选一个地方开头 顺着它这边 把它这样张过去 还是一样 这里稳得差不多了 有点牢固了 我们再来第三圈 第三圈呢 就和这个地方对一起 就行到外面那一圈 我们是这个夹子 你拿了张上去 这样盖上去 你再把它夹上 因为我们这个要晾上 一往上左右 就是我们把它编好了 夹子不要动它 弄上一往上 第二天呢 刚好它就好 用夹子夹着晾一页呢 拿开它就好了 我这里张得不是很好 就是这里面有一些缝隙 这个的主要原因就是 我这里面有几个好 我把它往里上来的时候 往里收了 要给它就是直直的上去 不往里也不往外 它这样张出来呢 就会很好看 大家编的时候注意啊 我是这里面有条件 好多 注意有一时的调整它一下 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还是用一种颜色编出来的 比较好看 这个呢是为了 那好看用的两种颜色 没有这个 只用一种颜色的好看 大家尽量用一种颜色的编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内容有用的话 大家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最好是帮忙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的视频更精彩